先看我的手 你们的头 这次头啊 不要躺下 所以我先示范你们的右手 右手的手先打开 横放在旁边 胸口跟头往上提 左手推地板 然后把左脚拎起来之后 向后翻 头没有在地板 头是台子的 向后翻上膝盖朝天空 试试看你的脚板能不能踩在地板 然后感觉一下你的肩膀 如果还可以 就把另外一个脚也踩在地板 身体感觉向后躺 所以如果还稳定的话 你的右手就可以慢慢向后 然后甚至你可以找到 另外一只手扣起来 一步一步 所以先试试看 手在前面点地板 两个膝盖看能不能踩好 应该可以啦 只是手不一定可以往后抓到另一只手而已 好那要回来的时候一样 上你的脚先放平 慢慢把身体翻回来 这样就好了 好我给你们看另外一边 就是你可以看到后面 刚刚就是发生这件事 手打直 不要再往后也不要太向上 平平的跟你的肩膀平平的 另外一只手推 拧进去的面地板 胸口提 然后我们把脚往后踩 然后你感觉一下身体 可以的话两个脚都踩起来 再可以的话 手往后 找到你另一只手 向后延伸 然后停留一下感觉 一下你的肩膀 脚先放平 身体伤回来 好 这个做完我们就要大休息了 好